我就覺得在發展到這個時候 所謂要止暴制亂 而是用上一些這樣的利害的武器 用這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我不相信只是林鄭一個人是可以拿主意的 它一定是有中共起碼某一個派系的支持 因為如果沒有人撐腰 它作為一個香港的特首 其實是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知事體大 影響就真是很深遠的 不單止你是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打垮 你是影響中共在內地 是不是仍然可以有效管治和執政的地位 因為如果現在你看那個形勢 國際的形勢就是 如果中共透過林鄭 在香港進行一個打壓這個愛港的維權的運動的話 國際是會制裁中國的 那如果你受到國際制裁的話 你是不是真的要閉關鎖國呢 當人家制裁你了 不跟你做生意了 那好 你就跟北韓做生意了 你不就跟普京做生意了 跟著你說自己靠內需 糖水滾糖魚捱得一陣 可能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這樣做法呢 就會倒退了 因為你捱得多久呢 譬如我當你爛船有三斤釘 捱得十年 十五年 好不好 但是你要十四億人民 跟你納緊這個肚皮 來到去捱這十幾二十年 那捱完之後都不知道怎樣的 你可能繼續受到國際杯葛的 那今時已經不同往日了 譬如八九六四的時候 中國其實不是在世界經濟體裡面 是這麼多千絲萬縷的關係 也都沒有那種網絡在那裡 那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跟美國是想著可以 爭一日之長短的 全部都是有了國際網絡 如果你是斷了籃的話呢 我就不相信是很快可以恢復的 而今天的中國人民呢 也都不是在三十年前那種狀態 因為他們已經享有過更加豐富的一個物質生活 你突然間要他勒緊土皮 甚至你說回復到毛澤東主席的時候 吃樹根 草皮 這樣不行的 所以我就覺得 中共其實最好都是理性一點去處理這件事 如果你想香港繼續扮演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的 仍然可以利用香港去引外資 去走資換外匯的 就應該回復承諾了香港的那個制度 因為這個是我們不是很貪心的 我們只是要回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行自港 是基本法承諾的 那現在你就要說 說香港那些全部都是暴徒來的 搞顏色革命 其實有多少人相信你呢 因為香港的國際網絡其實是幾鞏固下的 而外國在香港呢 很多情報的 他們都有人在那裏做生意 有很多人在那裏住的 他看到香港發生什麼事的 所以這些這樣的考研令式的東西呢 是騙不了人的 所以我就覺得最好呢 都是回歸那個基本法 照基本法行事呢 我不是很清楚 中國共產黨內部是怎樣鬥法 現在我說法就說 習派和江派打到天分地暗 就說江派就想習近平死 想他搞不定 這個中國經濟搞不定香港 就拉他下來 又有傳話就說 習近平呢 就看完八一八的遊行 跟著就 就是非常之震怒 就說放下一句說話 就是誰搞出來的 誰搞定他 不要為中央添煩添亂 但是我真的想 跟這個 中共中央說 我不管你是習派好 是江派好 你怎樣鬥都好 你起碼留得青山在先 如果你 這次是拖垮了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也都直接拖垮了 內地的經濟呢 其實中共 真的不留得多久 這個呢就是一個客觀的現實 而另外一個客觀的現實就是 林鄭是搞不定的 你看他的表現 雖然呢 他現在可能自我催眠 所以他呢 好像表現很有信心 這樣出來說話 但是呢 他完全是沒有 執著 那個問題的核心 他現在反而背道而馳 本來呢 你就應該說 好,我原則上接受這五大訴求 跟著我跟你說細節 落實 大家可以談 然後我建構平台 大家談 然後我就找個大法官去查一下這個 警民衝突的事件 來龍去脈 查你六個月 大家有個平靜的時間 這個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 應該做的事 但是林鄭現在不是 現在是背道而馳 他現在是想著 用強權 甚至出了這個緊急情況 規例條例 是當自己做皇帝那樣 就是把香港戒嚴 總之呢 就所有的言論自由 人權 集會 結社 遊行 連出版 他都可能想著搞 這樣的時候呢 就其實你是 不明白香港 現在發生什麼事 現在香港人呢 就是覺得這個已經是香港價值 制度的保衛戰 我們是不能退的 一退呢 就萬丈深淵 可能真是粉身碎骨的 那要退讓的 在這個時候找個出路的 一定就是中共呢 要根據中央聯合聲明 和基本法 回歸這些承諾去行事 我想沒有第二條路的了 林鄭真是 如果她繼續這樣搞下去呢 只會越搞越亂 越搞越僵 令到那個局面呢 就算遲些 這個什麼 江派 習派 打完一輪交 無論誰勝出 其實都收拾不到的 到時呢 真是再回頭以示百年新的了 那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真是要 大家要靜一靜下來 是回應到五大訴求 然後真是給香港 也都同時給中共 一段時間 大家呢 是去真是理性些 去處理這件事 我看 譬如你就算在 經過了七一衝擊立法會 經過了這個機場 那些事件 又或者呢 那些抗爭者的暴力 都被警察逼到 是要升級回應 是不是 我見到的呢 就是在星期六呢 有個鏡頭 就是這些抗爭者 那些年輕子女呢 就坐火車回到沙田 這個新城市廣場那裡 有些踢著拖鞋呀 很明顯 穿著短褲下來吃宵夜的街坊 在那裡鼓掌 你想想 經過這麼多風雨 經過了這麼多 是相對來說 香港以前沒有出現過的暴力場面 但是這些所謂和理非的街坊呢 仍然呢 是給予這些年輕子女的支持的 那就是因為大家都明白了 今次呢 真是知事體大 如果香港 是今次保不了 香港的價值制度自由人權法治呢 可能香港就會永遠消失的了 那這件事呢 是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汗 我希望中共明白 今天出現這個這樣的 香港人大團結的守護香港 愛港 護港的行動 和群眾的運動呢 其實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就是因為過去這二三十年 中共呢 是沒有根據《基本法》 承諾我們的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來行事嘛 尤其是《基本法》二十二條 講明的了 你中央部位 各省市的部位 不能掩止香港內部事務嘛 但是現在黃志民 正當太上皇黨委書記 指揮這個林鄭市長 這些完全是《基本法》不容許的嘛 那跟著你一次一次 你又各地兩檢 待會呢 又搞這個普教中 這件事說 連我們要寫簡體字都 有人提出 那其實你是不尊重香港人的嘛 那香港人現在明白了 就是 如果我們 是繼續承受屈辱呢 其實只會是迎來更大更多的屈辱 那所以我們去到這裏 我就告訴你 那 夠了 我們忍夠了 現在我們回歸那個根本 根據《基本法》的設計 我們撥亂反正 做回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 那一制 尊重回我們的生活方式 自由、人權、法治 這些制度 那 那個信息也很清楚 那我想香港人都其實 越來越多呢 就是覺得這個差不多 背水一戰了 破釜沉舟 那 而你如果繼續這樣高壓下來 甚至你用到這個 就是極端的權力 來搞這個緊急情況的立法呢 你只會將更多的和理非 是推向 變成勇武的 那這個呢 我相信 共產黨不可能不知道的 而你都 就算你怎樣想都好 你現在很難關門打仔的 因為香港實在太過國際化了 香港 你真是一舉一動呢 其實全世界都會注目 最主要呢 就是因為他們 在香港有很多投資 有很多他們的國民在這裡生活 那他們都是很擔心的 他們的投資 是不是穩妥啊 國民是不是安全 那 所以我覺得 最好都是 就是 用一些理性的方法去處理 其實就不止林鄭 今天那些 這麼得人憎的說話 在這裡 直接是挑釁香港人 我覺得 在818 這個和理非 的行動之後 我們看到的 包括一些年輕的抗爭者 怎樣是被警察凌辱 警察是拔槍 真是越來越情緒看似失控 回到警局是打斷別人的手腳 這些其實都漸漸是曝光的 這些事情 香港人看在眼裡 其實是 真是很憤怒的 而這個憤怒的路火的背後 就是真是為香港失去了 我們這個 這麼高質素的城市 我們自己建設了一百多年的 才得到的這個成果 受到破壞而不值 所以香港人 現在真是會 企硬的 831當然是一個非常之有歷史意義的日子 因為2014年的8月31號 人大常委 正正下了一個決議 就是不肯給我們 45條 基本法 45條 所承諾的真普選特首 對於68條承諾的真普選立法會 他更加隻字不提 是完全沒有寸進的 所以831其實是代表了一個問題的癥結所在 這個死結如果不打開它 其實香港是很難出現一個比較和平的 市民可以歸心的一個情況的 所以我覺得831現在看到政府是越來越過分 越來越用一些強權 而希望可以憑打壓 去打垮這個護港 愛港 守護香港價值 自由人權法治的運動 我相信831的人數一定不會少